第41章 被围攻的总宗弟子 最重要的是,果然如他所想,这个特殊的空间,连后续的功法都能推演出来,他手上的天仙步不过是第一层罢了,他不过是将天仙步的步伐练得纯熟罢了, 在这一个月中,他已经将天仙步的第二层推演了出来,但是他只不过是堪堪练到了出窥门径的境界罢了,连出窥门径的圆满都没有达到,不过饶是如此,他的天仙步依然有了本质上的突破,速度更是快了一倍不值, 甚至能在启动的时候,分裂出一个人影来,虽然只是一会儿就消失了,不过想来如果他能练到出窥门径圆满的话,这个人影就能长久的保持下去,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疯狂修炼,夜西文绝对有把握能够击败任何后天九重的高手,夜西文身上的真气滚滚运转,远超后天九重的高手,浑厚无比,夜西文一刀一刀的劈出,刀影形成一阵刀幕,每一刀都能劈碎了空气, 发出一阵一阵的噼里啪啦的报名声,夜西文收了工,打算要回到一元宗之中参加核心弟子的大笔了, 这次的核心弟子大笔,非常的重要,可能参加完这次的大笔,夜西文就会前往一元宗总宗之中, 败入其中,夜西文出了客栈,就听闻,城内还在为了仙天丹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在仙天丹练成之后, 城主府就很快出了两位仙天高手,以三位仙天高手的数量一举压过了成熟府, 好在成熟府也在拍卖会上买下了一枚仙天丹,也培养出了一名仙天高手,没有完全落于下风, 不过夜西文知道,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话,以后恐怕天元城会慢慢的落入城主府的手中的, 不过好在的是,夜西文和城主府没有什么矛盾,相反的,这次还帮了他们一把,对他没坏处, 打定了主意之后,夜西文很快就从城中离离开,一路顺着大路朝着一元宗的方向飞奔, 和下山的时候相比,夜西文的实力又有了极大的提升,这速度也快了许多倍, 夜西文一路飞奔,经过一处山林的时候,却听见一阵激烈的打斗声, 夜西文一路冲了进去,却见山林之中一阵剧烈的真气波动的声音, 只见十几个进庄舞者在一个华福公子的带领下围攻一个轻衣女子, 却见那轻衣女子,约莫着十七八岁的模样, 带眉弯弯,双眼明亮,眼波流转如波,血迹欲敷, 仙姿绝世,尘埃不染,犹如是仙子林辰一般, 这些十几个进庄舞者,每一个都是后天九重巅峰的境界, 不是那种普通的后天九重的舞者, 都是后天九重的舞者中的佼佼者, 而那个华福公子和那个轻衣女子气息和周围的天地, 隐隐都融为了一体, 一举一动都是连绵不绝的真气滚动, 居然都是先天境界的高手, 叶西文顿时隐匿了气息, 躲到了一棵树下, 那个华福公子随意的攻击都能打得空气不断的爆炸, 威力十足, 倒是那个轻衣女子的功法让叶西文有些熟悉的感觉, 罗天,你真是好大的胆子, 居然敢在我的食物中下毒, 还要暗算我, 不怕被我们一元宗灭族吗? 那个轻衣女子语气凌厉的说道, 一元宗, 叶西文顿时精神一振, 这轻衣女子居然是一元宗的弟子, 但是叶西文从来没有见过她, 更何况, 青丰山上的一元宗也绝对不可能培养出先天境界的高手,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, 是一元宗总宗的弟子。 哈哈哈哈, 那个华福公子罗天哈哈大笑说道, 你中了我下的毒, 今天绝对不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的, 没了你, 我姐姐就能受到宗主的重视, 受到重点栽培, 我们罗家也将飞黄腾达, 你妄想, 轻衣女子咬牙道, 长剑出手, 剑光寒芒瞬间笼罩了天边, 斩爆了空气, 杀力都化为尘埃, 几个靠得近的进庄, 武者瞬间被杀死, 毫无悬念, 先天高手即便是中毒, 实力也远超那些后天九重的武者, 华梦寒, 还不快束手就擒, 罗天哈哈大笑一声, 想弓上前, 使得是一柄长刀, 刀气逼人, 肆意散开, 轰,轰,轰, 两人站坐一团, 恐怖的气浪一层层的掀起来, 公子, 在杀了这小妞之前, 能不能让兄弟们先享用享用, 哈哈, 一元宗的天之娇女, 割几个还从来没享用过这么极品的妞呢, 一个近庄的武者银笑说道, 哈哈哈哈, 游的你们, 等我罗家飞黄腾达, 你们要什么女人, 没有, 罗天哈哈笑道, 一刀比一刀更狠, 找死, 轻衣女子华梦寒气的只咬牙, 如果不是中毒了, 这些蝼蚁之辈, 烟敢在自己面前放肆, 华梦寒一剑批出, 一道恐怖的剑气在剑间闪烁, 瞬间击射而出, 视若闪电, 瞬间就将刚才那个银笑的尽装舞者劈成两半, 那个舞者甚至都来不及惨叫, 就被劈成两半而死, 那公子罗天, 毫不在意, 只是哈哈大笑说道, 你杀吧, 你越催动真气, 身上的毒性发作的就越快, 果然华梦寒雪白的肌肤, 已经开始隐隐泛着一种诡异的青涩看, 看得有些不寒而栗, 华梦寒轻咬背驰, 喝道, 就算是死, 我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, 华梦寒话音未落, 见笑长空, 一剑一剑扩散出去, 竟然犹如一轮明月, 生生朝着公子罗天压了过去, 罗天也使出全部绝技, 刀斩一切, 迎了上去, 轰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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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剑在天空中的碰撞, 蹦剑出了火花, 点燃了空气, 咻, 一声凄厉的破空声, 从交界处传来, 仿佛是从虚空中而来的一般, 一剑杀出, 直接刺入罗天的胸膛, 啊, 罗天惨叫一声, 跌倒了下去, 脸色顿时惨白, 鲜血横飞, 而这个时候, 另外一边的华梦涵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, 原本雪白的肌肤已经布满了青色, 看着很是吓人, 消瘦的身躯, 在风中仿佛随时都会倒下去一般。